詞曲 李宗盛 你不敢 又真 還是建議征服到那種恐懼 因為我… 我可以 為甚麼呢 我明白了很多事情 這次就是 第一 我們去陌生的地方 他未去過新加坡 我當時很害怕 但這次之後 整個過程後我沒有罵他 後來我問他為何你遲到 我這麼信任你 因為你平時從來不會遲到的 結果原來他試鞋就試久了 付錢就給久了 就是這麼簡單 幸好我們都趕了那班飛機 那我就告訴他 你看我害怕得這樣 其實整個過程我沒有罵他 因為我太害怕 我怕不到罵他 但譬如我還在想 以後如果再發生會怎樣呢 我也沒有辦法 我之後接受他 那怎麼辦 是嗎 不接受 就是這樣 你聽完這個故事 或者現在冰姐 都沒問題 接受 你覺得整件事 用你的專業來分析 或者你是怎樣解讀這件事 冰姐 我們學術叫Panic Attack 就是恐懼去攻擊自己 開始失控的 很慌張 很慌亂 這是可以去到階段 可以去到極端 可以去到極端 要放鬆自己 以及剛才所說 要回想一下自己是甚麼狀態 經驗甚麼 可能不是一件事 這件事可能是一個導火事 可能當時來講 當時身邊很多事情發生 困擾著 有時會翻炒這些經歷 這些經歷隱藏在我們前職下 我們想不記不記不記 我們把他藏起來 想不記不記 但當時有時會爆炒 爆炒後很多事情 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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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沙頭 那麼 冰姐也給了很多 我們稱為價值觀女女 我一直聽說 不要 別穿那麼多名牌 不需要 只要 名牌是甚麼 是自己 是自己 我又想問一下冰姐 甚麼是自己的名牌 甚麼是自己的名牌 名牌是甚麼意思 名牌是好事 為甚麼做到自己的名牌 就是 即是 質料好先 質地好先 是嗎 即是 剪裁又合適 或者是 多人知道 和大家會尊敬你 覺得你是優越的 怎樣可以組一個名牌 就是你自己去努力 增加你的知識 為自己增食 你有通識社會的知識 知道這個世界 正在發生甚麼事 還有就是 你對身邊的人 是否有助力 或者你能否幫助別人 別人會否因為你在這裡 特別開心一點 你的人生 你的生存 會令世界美好一點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 便是名牌 這便是美貌與智慧 是嗎 可能冰姐 你們也會同意 有很多人說 周身名牌 大嶺鏢 駕駛車 其實你問他 新聞發生甚麼事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最近看甚麼書 是不看書 有很多東西 其實他們所有的專注力 只是在物質上 而且對社會沒有甚麼貢獻 有些 我聽到冰姐最近努力 一個為人民服務的事 可否介紹一下 又不要這樣說 其實我是一個啟發 真是的 剛好 其實我一直都想看看 例如我自己年紀不小 有時我覺得 例如我可以做了很多東西 或者有甚麼我可以回社會 或者有甚麼可以幫助年輕人 剛巧在我女兒的畢業禮 我聽到中大的校長 錦啟堯 說了一番話 她說甚麼呢 通常聽別人說 我都不是很留心 但那天她真的說得很好 因為她說了她自己 為甚麼會由一個醫生 去做大陸事業 因為她說 我做醫生就給我一個病人 但如果我可以做教育事業 我可以教到很多醫生的話 這些醫生可以救到很多很多的病人 於是她說 人生如果到了某個階段 你都可以想一想 其實你為這個社會做了甚麼 她說我真的在想 哇 還有甚麼我都可以做一下呢 那我就發覺 咦 或者是一些課程 有些東西是我認識的 或者是我曾經是我專業的 或者我可以跟別人分享 或者給別人一些看法 而別人有所得著的話 那就好了 所以現在其實我接下來 是想著看甚麼適合的課程 或者不是我自己教 或者我聯絡一些導師 或者是她們可以去教 就給一些… 怎樣說呢 希望不是拿著裝援 但可能她有需要的朋友 或是小朋友 即是母母 對 去增值自己 去學習 很有意思 真是太美麗了 原來這個美麗是外在內在 不是只會那麼簡單 謝謝 我們今天有點特別 因為冰姐畫畫很厲害 畫也賣得很貴 別這麼說 糟了 這畫真酸得不出了 大家看看冰姐的作品 好不好 有錢 為甚麼我們很趕 我們來的時候 冰姐必理畫 一張畫代表現在冰姐的生活 冰姐的狀態 是John的想法 為甚麼叫冰姐畫這張畫 冰姐 你畫畫的時候 是甚麼 沒有 我在想 我想你畫代表我人生 我經常希望 我身邊都是綠草如因 小黃花青草地 有雀仔飛 有溫馨的陽光 我便這樣畫 不要想著很多心理測驗 也不需要 其實看起來 冰姐其實在想一件事 就是其實是一個很放鬆的人生 你看到太陽很光亮 你也看到很多太陽 很多光亮的一個世界 是一個小黃花 青草地 飛鳥 幻想不到云 是很开阔 很放鬆的人生阶段 如果让你在上面加颜色 会加什么颜色 黄色 小黄花 为什么 不知道 很开心 太阳是黄色 小黄花 配上绿色底 你后面没有东西 没有山 没有云 天空有一片 这个是云 一片两粒 我想 一个这么开心的人生 你经过这么多波折 经过这么多变化 五光十色的人生 香港小姐 走一路 很多万千宠 去到长袖舌母 在商场上 到今天 亦经过这么多喜浪波跌 去到这里 还是一个这么灿烂的人生 你会觉得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 一个 一个 我们叫做心得 嗯 去比我们来着参选的 香港小姐也好 我们香港那么多美女 我应该怎么走 我的人生路呢 你会怎么去到 你去到 冰姐这个阶段 都是这么灿烂的了 那一段 说话 或者那个 那个方向 你会怎么给它 我现在很乐观的 我觉得所有人 无论做任何事都好 参加任何活动都好 一定要保持一个 快乐乐观的心态 开朗 因为如果你不开心 你做什么都不会成功 或者是不会开心的 而且无论你做什么都好 记住 这件事是一个过程 因为人生很长 又可以很短 当然 因为它又长又短 所以你更加每一个过程 都要去享受 尤其是如果你是选港者的话 这是一个美丽的过程 那你就用一个最快乐 最开心 希望去学习 去学习的心情 去进行 去享受它 去享受它 除了参选之外 我觉得我们做人做事 其实冰姐以上的番薰 其实也能啟发我 到最后 多谢冰姐和我的体验 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John